上个礼拜的话大概几个重点 不外乎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筛选的方式 比如筛选什么 筛选这里面我们要的东西有个复原 OK 然后看你要筛选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去做 其实程式基本上像这个筛选比如说提名 比如我今天希望找什么 找里面有关什么 这里面 不过第一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如果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简体的话 你就不能输入繁体 如果你输入繁体字的话 第一个会找不到 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上礼拜有demo 中国 所以如果你这边筛选的话 假设你今天把关键字打上两个字 中国的话 你会发现 你一定要输入简体的 如果你输入的是繁体的话 第一个问题出来 它怎么样 它一定会找不到 没有东西 最主要的于负原一下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繁简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第一步 你必须先Ctrl-Suite向右 向下 然后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先利用一个所谓的教育 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简体转换成繁体 否则的话你会找不到东西 OK 特别注意 有关教育里面的繁转简 这个功能我印象中在 Excel的2013之后才有这个功能 所以如果你假如你是使用2010以前的版本 可能就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办 其实它另外一个方法 假如说你是使用的是旧的版本的话 它没有这个繁转简或简转繁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那个方法 我之前也蛮常用的 就是你可以先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先复制一下 Ctrl-Suite向右向下 Ctrl-C 然后你可以把它先贴到 另外旧的版本就有了 就是哪一个呢 Word 这Word在哪 Word的版本 Word本身里面就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Word里面的反转解功能 在这里 然后只是说你可能开一个空白的文件 然后把它贴上 可是它贴上会是一个表格 有没有 像这样的表格 宽度一定是不够 所以你可以贴上到这边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全选一下 这边有个全选 那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到它的教育里面 它就会有反转简或简转反 那也可以把它转完之后再贴回去 也是一个方法 OK 那这个Word里面我记得它在2007以后版本就有了 只是说Excel它是比较晚的版本才有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把这边把它减转反 转完之后它会出现说 你转换之后它没有办法帮你再复原 你要不要继续 当然选择是 这个时候的话 它才有办法帮我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这个繁体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假设现在转换之后的话 我们再筛选一下提名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当然就找得到了 所以特别注意有反简的问题 OK 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就出现了 刚刚没有要复原一下 如果说假设你需要一个繁体一个简体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边底下再加个刮 这个是繁体的版本 如果你要一个简体版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一个工作表 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的话就Ctrl键按住 Ctrl键按住再加拖拉 拖拉加一个Ctrl键 你会按Ctrl键下方的游标会变加号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多一个什么 读书资料 后面的话我可以把它改成键 那前提版的话怎么产生呢 比如说假如你要针对其他对岸的查询需求的话 你可以一样Ctrl键向右向下 然后再到教育里面找到反转换 然后它会把资料快速地做转换 全部都把它改成所谓的一个简体版 你会把它全部都改了 OK 那不过我试过 好像如果你是繁转简的话 问题比较少 因为它的关系是 可能一个简体字可以对到好几个繁体字 像头发的发跟发生的发 好像是用同一个字 那可是会有问题的应该就是什么 简转简 有时候会转错了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好几个我常看到后来的后 有没有 跟那个皇后的后 它用同一个字 但有时候它就会不知道用哪一个 就会对应错误 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这部分我想你们可以再注意一下 我不知道新的版本 有没有特别针对这种转换的错误 会去帮你做教罪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要多讲有关版本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教育的部分 去解决反简的资料的转换 OK 另外的话 我们上礼拜主要是想到这个部分 这里的话 我希望在这边增加了一个查询功能 就我刚刚demo的 我希望输入什么 输入筛选题名 有没有你会发现它会跳一个什么 跳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产生的 基本上只有一行程式 而且这个东西在VBA里面叫input box 里面的话我们就输入一些文字给它 请输入关键字 我就把关键字填上去 当然这边input box 前面你可以用一个x给它 填的资料我们可以丢到x这个变数里面 将来的话如果我要查询资料的话 主要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range 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autofilter 就是资项筛选 跟它讲说我要查哪一栏 查什么资料 它就帮我把资料带出来 比如说找女性 OK 这样按确定 女性就出来 如果复原的话 这边把它复原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待会请各位把反转的部分先完成 另外请各位也把再切到年份部分 我们之前只有做两个 这个先把它删除 再把它删除 也许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个复习 第一步我先把底下的底色的部分先恢复 让它改成没有 无填满 恢复一下 这个背后应该是格式化条件 我把这个规则清除一下 让它恢复 好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 一先切到图书资料年份这部分 然后二的话先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撰写刚刚的在这个地方 先再把假设我们的资料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如果说我想要写出刚刚的这个程式的话 这个地方 一先在开发人员里面 假设我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再做个复习 一开发人员 二的话就是medio basic 上个礼拜的程式 我写在这里了 那我如果希望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图书资料年份去做筛选的话 那我这边有写好几个 我这个先把它重来一下 也许这个重新在 OK 这边 自我太小的话 我们把工具选项撰写风格 把它稍微自放大一下下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这边都重来过 所以如果你 假如里面原来有写一些东西的话 干脆你就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好了 那我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 外面切一下